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朕为乾坤德河 是龙化玉之功 内外制成玉貌雍和之用 典礼于私而备 教化所有以兴 自耳孙氏 乃旧日朕之皇妃也 誓得忠详 重勋启秀 柔家成性 依赵女教于六宫 真敬持宫 应正母仪于万国 慎和朕义 以策宝丽而为皇后 其上同姿效仰 克赞公秦 冒本之一业之休 左宗庙为心之嗣 钦此 皇后心安 我已换了衣服 孩子还在屋里 请问道长还有什么指示 你一个人 恶心以后 她见过了 法政 要懂她或许 就乱方 我去看一夜 我民命的 他不必意 就和皇后 母子 我说 他的事 然后他都能担心 有了 他还共有很多 臣妾供应皇上圣驾 起来说话 谢皇上 做皇后如何 我这一辈子 只有在做反贼的时候 才觉得有趣 我打算立齐阵做太子 你怎么想 皇上 您现在正值春秋顶上 这件事情 过几年再说也不迟 你若没有意见 我就着手让礼部去办 你 念 太宗皇帝的遗旨 这是爷爷出征关外之前留下的 一直在母后那里 我是近几日才拿到的 念吧 太孙平 孙氏若微 安熟文字 于君政之事 颇为用心 性子坚韧 岂度开阔 若为奸恶之人 若为奸恶之人 逼成火患 避乃 避乃 避乃我朱家仇人 若日后期得子 敌有造谣 当及早诛杀之 以防有女主篡位之事 此一照交付太子妃为朕之亲笔 所以 凡我儿孙得见此诏 必立行之 为之者 勿得入宗庙享受血食 亲此 你愿意为朕殉葬吗 愿意为朕殉葬吗 这不愿意为朕殿 这不愿意为朕殿 要死 这不愿意为朕殿 这不愿意为朕殿 不愿意为朕殿 那是有一个 一切 一切 无所谓的 一切 一切 用勒五年 有一个波斯商人 带着一个柱子到英天府 这些秘密都是我的 不了都给你们 别过来 我六岁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老和尚 他说我是一个口袋变的 进得去 出不来 我死不了 你们知道吗 不管是刀砍复杂 水烟火烧 我都死不了 我是一个口袋 王上 你可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 你那可受不了啊 生死之事 开什么玩笑 你就别再玩蛆蛆了 人家在背后 都叫你蛆蛆天子了 你就别再玩蛆蛆了 爱说什么说什么 活命不久已 就不能玩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那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呀 有什么不必好好活去的枪啊 儿啊 你可别让娘白发人做黑发人 娘可受不了 这些事情你做不了主 我也做不了主啊 今天我们好好说说话 谁都别不高兴 我早知道你去关外打招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去啊 你我不是神仙 哪里猜得到啊 就算能猜到 这一仗我还是会打 没有这一仗 百官如何沉浮啊 边疆如何安宁 没有这一仗 军队内内外外如何换血整顿 老天已经带我补报了 今天叫你来 是有几句话 要叮嘱你 你 皇后 这些日子她为着殉葬的事情 插不思犯不想 空了你好好开导她 可是为了儿子 我会想要变成这个人 这个孩子两岁了 走路也不会 是说话也不会 这爬在地上搁跳雨一样 我觉得 这好希望不太大 再寻访一些名医 全国的都府 王爷全部都推荐了名医 都不管用 太子 太子身体不好 国本不稳哪 儿啊 你是不是 想立齐玉做太子啊 他娘可把咱们害惨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她了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 太子若身体不好 就把位置让给齐玉 不过 您得看准她的品行 若品行不好 就从外围的藩王那里过几个 找一个品行良善做事稳重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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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赐你摄政的权利 直接参与国家大事 这不是我们的家事 朱少国义最是凶险 老天儿子不孝 偏老母亲了 不玩了 来 洗手吃饭 你要学会自己挽袖子啊 小手黑成这样 又不愿意吃 又不愿意吃 去哪儿吃 好 玉儿 出来 你 爹 你认得我 你要说长胡子的人是爹 聪明 像你 不愿意吃 不愿意吃 跟爹走 爹带你吃好的 爹带你吃好的 主要是爹鍊子 爹带你吃了 咱们儿肯定哭了 那是爹带你吃的 特别是爹子 您是我 接皇子鸾架早就预备好了 不把孩子带走吗 他娘不让啊 这个孩子懦弱无缸 不堪大用 当年 我把他带在身边 就好了 而时太上老君 已永寿元年中约七日 在太清境上太极宫中 观见众生 一劫飘尘 周回生死 或居人道 生在中华 或生 遗笛之中 或生容漫之内 或富或贵 或见或平 给我滚 当着那么大个水泡 一点用都没有 好 皇上刚才派人传口谕 天降瑞雪 皇上请皇后和她去踏雪 我这身子 还是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何时离那天不远了 今日 我常常梦见那黑衣和尚 他推算 我命中只有三八之数 朕今年三十八岁 你真是应了他的话 国师姚广孝 姚国师号称前之八百载 后之一千年 一生不爱参禅论道 偏偏爱冒险 朕是天下第一怪人 可是他自己死的都莫名其妙 你不必相信他的补算 皇帝正值春秋鼎盛之年 我知道 是你杀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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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陪朕玩 我 我 我 若是赢了 你得对我说一句真话 好吗 皇帝想问什么 我想问 你后悔这一生吗 是不是想跟他去海上 我不后悔 从未有过 相随皇帝于地下 故所愿也 在地下见我爹娘 我会对他们说 我不是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 皇帝给我一个家 给我毕生所爱 我已心满意足了 皇帝 你呢 你后悔这一生吗 你呢 遵照皇上的旨意 刑部和吏部 连续讨论了两次 把全国死刑审核 收归到朝廷里 这事很难办 大家知道 这是皇上一片爱民之心 内阁会再做工作 这件事情 宣德三年就在讨论 为何到今天还在提 刑部若是缺人就加人 若是无能就要换 朕不是要施什么人证 更不是要为自己欺负 朕是要给大明定下一条铁律 朝廷的刀块 绝不可斩无罪之人 下面的官不可杀人 未经刑部审核 不得动刀 一旦人头落地 后悔莫及 是 皇上当年决意往交旨派兵 现在 怎没有把兵撤回来了 臣觉得皇上是 世人已软弱 于谦 这是不急之物 交旨的事情 可以往后拖一拖 皇上刚册封完他们的国王 他们的国王 应该稳住他很久 交旨的国王 皇上既然愿意接受我们的治疯 朕就觉得神豪 既然是林邦 就要让他们看到我大明的气度 臣等告退 能否冤得根据 皇上 有一句话 臣不知当奖不当奖 要说便说 皇上 太子的病情不好 皇上 太子的身体如果真知不好 那就另选 你们四位是顾名大臣 要选出一个信得过的人 好好辅佐 但此事 要多听太后的意思 皇上 大殿地气太凉 不宜久绝 可我整日浑浑沉沉 死之还很酸痛 有点凉气 我还能舒服一些 当天先把人折磨够了 再叫人不惧怕死亡 他日我若一睡不醒 是我的福分 玉潜 你尽心尽力 伺候我朱家祖孙三代 我没提拔你 你不会怨恨我吧 俗话说 红衣关袍 是百姓邪人 我穿蓝 涂个干净 你呀 心气太高 心思太重 你挨的不是朱家 是天下 若让你身居高位 最终会不得好死 这是爷爷说的 我愿话讲给你听 说得好 知我者 太宗皇帝也 寡人要歇息了 臣等 告退 日月山河还在 什么样如果太好 亲从隐 zam 让 twins 去世 战育 请人之渐 公子 马上 爹 告告 爱意 臣妾叩见皇上 胜功安 深夜至此 所为何事啊 相伴皇上于地下 是我的本分 可是孩子还小 请求皇上为我严命纪念 太医说或许孩子能够治好 你怕了 我自幼父母双亡 我深知孩子与父母分离的痛苦 我不想孩子将来怨恨 何必要替这旧朕 就让这亨腻灾祸都夹在我一个人身上 不要祸及后人了 这些日子 朕反反复复地看殉葬名单 你的名字 我进进出出拿了七次 今天我把你的命还给你 但你要发誓 让我安心 臣妾自知这条命是皇帝所赐 若儿子为帝 我必当尽心辅佐 至死而已 你 若儿子早亡 那是我命中注定 我必当追随皇帝于地下 来吧 起来吧 我小的时候 想当个画师 一生饱揽鸣山大船 老了躺在床上 把画作刮满私壁 卧忧天下 可后来出现了太多的 是是非非 我把这点念想给忘了 我很后悔 我们的儿子长大了 愿意当皇帝就当 不愿意也可 我让他按自己的意愿 过这一生 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 把我这话告诉他 皇上 我扶你回秦宫 你做梦都想穿着笼袍坐在哪儿 我扶你回家 现在得意了 我不怕你了 我 和我自己 讲和了 若微 十年风雨 觉得若不能相守 是辜负了这一生 我不能忍受 娶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故儿想把你带到地下 可让你和儿子分开 又生怨恨 所以我把手松开 把世界还给你 上天会因为我的发心 必不知让我沉沦在 无知无失的黑暗中 我不会忘记你 愿来日相见 我会一直陪着你 就像我们 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我在等着你 用马车带我回家 好一个年少的周朗 stare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在何时也不觉的灰飞烟灭 咦咦咦 皇上的仪诏口谕 皇上口谕 我奉太后之命 宣读一下皇上的遗诏口谕 皇上说 给你一个太妃的名号 朱祁御封城王 以往的过失不再计较 你死后 可以与皇后 一同合葬于皇上领寝 臣妾胡善祥 领旨谢恩 先扶丞王 丞王 来 太妃 太妃 当下便有个好事 奴婢赶紧来告知 太子爷尚且不会说话 软骨病也治不好 六部九卿何意 如此怎可亲政 因此 皇上葬礼一晚 杨阁老提议 明日在华盖殿朝会 讨论太子是否让位 内阁大臣提议 请您带郕王去一趟 将来 若真成了真龙天子 奴婢是第一个来报信的 我知道了 我每道经都将了 接受到 flow 现在我没有遇见 到港幺前 谷皇 dibuj过 能够出点 肯定 我可以知道 我自从中建心 自己背着 尤其袖泪 我要试一下 这就是你 白髒 你应该不能试试 你也不能试试 我会怎么试试 对你 现在那病 太医说那 那不是从胎里带来的 能治得好 她的名字是 是先帝给起的 先帝又那么地宠爱她 求太皇太后成全 成全 那个女道士 把她接回来 是谁成全的 是 是我求的钱 可是先帝允准了 细域封城王 胡善祥 册封太妃名号 她把你们一个个都饶了 她一个人担着笑话 担着流言 年轻轻地走了 要是她还活着 你们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太宗遗嘱上哉 太宗遗嘱尚在 我若真做错什么事 路死 路买 盗死 盗买 何须多言 我竟然忘了 你是孙太后了 请太皇太后保重 请太皇太后 来 来 儿子呀 来 跟娘说话 来 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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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了 你今天带她走路了吗 还没呢 还是一个字都没说 贵人羽迟 跟娘出来玩儿了 你要是还不说话呀 你爹在九泉之下 都要痛哭流涕了 我知道你可以的 爹娘没有做过什么 滔天的罪事啊 你是在跟娘开玩笑是吗 你是在跟娘玩假装 对吗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俩就都活不下去了 我知道你可以的 你爹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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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们都知道 她是先帝的骨肉 她是从我身上 掉下来的骨肉 她可能说话事晚一点 可是 立敌立着 好 本来就应该是她 如果不到最后时刻 断然不能把她换掉